客機差45米撞降落山,險陽驚天大凶爛 機動降落山是英國的潮流玩物 玩家不用接受任何訓練都可以在空中人意飛翔 但是分分鐘可以威脅過百條人命的安全 英國空中危險接近委員會最新的報告就披露 去年7月在愛塞克斯郡的兆森德機場附近 歐洲廉航EasyJet一架A319空中巴士 在610米的高空以時速380多公里飛行正準備降落時 機師突然見到一個類似降落山的物體 和左面的機身擦身而過 據知值接近的時候,機動降落山只是相距客機45米 機師即時向地面的空中交通管理員報告 但是由於機動降落山時速低於74公里 雷達無法偵測到 報告指在類似的情況下,根本無法及時警告機師 嚴重威脅航空安全 因此建議問航空們為機動降落山訂立考牌制度 加以批管 海南通雷達無法及時機房神職員 開放地下,關於燃車 海南通地下,關於火力沿風 水晴火力河洲 航空中 地位 雷達無法及時運行 海南通地下,關於火力河и 海南通地下,關於火力沿風